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在北京从事的是会计工作 每天跟数字打交道 说起这个姓徐的这个姓氏来讲的话呢 那我一直还没有研究过 他那个秋是带耳朵偏旁的秋 我认识的秋有两个字 一个是孔秋的秋 一个是带耳朵偏旁的秋 我想请问专家这两个姓是一回事吗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前文中介入反驾性 第三部之徐秋 徐新大 那他的来源啊一定比较的庞杂 最主要的一支来源 是源于银姓 是皇帝的后裔 专须的玄孙 博弈之子 是若牧的后代 这复杂 一下子绕了好几代人 那么这个若牧有一个封意 就它有块封地的 这个封地就叫徐 徐后来灭国 这个徐国没了 他的后裔就以徐为氏 我们知道姓氏是有分的嘛 银姓比较大 从这个姓分出来的叫氏 那慢慢他也变成姓了 对吧 所以这一支就是徐国的后人 数百年以后的秦汉时期 那么我们知道 灭国以后的徐氏族人 一部分留在了当地 这相当少 一部分入屋 往南方走了 屋就是今天的江苏这一带了 所以徐姓的南迁非常的早 还有一部分往西北走 那么这一走我们就知道 就走到了今天的河南 山西 还有一支比较偏东走了一点 走到了山东 换句话说 徐姓从一开始 中国北部 很多地方出现了 还有中国南部 也很早就出现了 这是非常主要的一支 银姓徐氏 元流二 源于子姓 是商朝徐氏部落之后 商朝有一个部落 就叫徐氏部落 那么 这个跟银姓不是一支 这是我们汉族当中 主要的两支 银姓徐氏 子姓徐氏 这两支在今天都姓徐 但是不是同中同源 不通谱 都姓徐 但没有徐元关系 那么第三种情况 因为他是一个大姓啊 徐姓 所以历代都有改姓的情况 这个情况太复杂 咱们就没有办法再介绍了 比如 陆罪 徐姓的姑娘 招了一女婿 那么我们知道 按照中国传统 这女婿就姓徐了 所以这是改姓的情况很多 第四种源流 就是源于 各种各样的兄弟民族 比如蒙古族 我们知道蒙古族啊 就有特别多改姓徐氏的 有些还是陈吉思汗的后代 在蒙古族里边血统非常高贵 他改姓了徐 我们知道 比罗随便举一个 陈吉思汗的孙子 叫叙利乌 叙利乌是建立过韩国的呀 它是蒙古叙利乌一个非常大的部落 那么这个部落很多人 大概因为它蒙古语叫叙利乌 它的音跟徐比较像 所以这个部落很多人 后来就用了汉姓徐姓 随便举一个吧 比如明朝初期 有一个蒙古人 英勇善战 非常会打 在永乐初年 也就是明成主朱棣的那个时候 他归顺了明朝 明成主朱棣非常非常的喜爱他 就赤姓徐 大概是因为我们知道 明朝有非常著名的大将 叫徐达 所以我认为你也是我的大将 当然徐达是朱元璋的大将 是明成主朱棣父亲的大将 那么我现在当皇帝了 我也拥有了一个大将 赤姓他为徐 所以这种改姓 包括这种兄弟民族 后来取汉姓的情况非常多 在兄弟民族当中 比较特殊的一支 是朝鲜族的徐姓 这一支非常非常的复杂 还有待进一步的清理 包括满族 那个也是很多部落 很多满族的姓氏 在采用汉姓的时候 用了徐姓 所以徐姓 他的这个 从各个兄弟民族各种情况 慢慢进入这个姓氏的 非常非常多 徐姓最早 繁衍地是山东南部和淮河流域 以古代徐国为起源地 这个前面我们讲到了 那么慢慢他开始南迁都非常非常早 比较特殊的一种情况 徐姓 是在秦始皇时期 有一个人叫徐福 这后面我们还会跟大家介绍 在历史当中一直有个说法 说秦始皇要找长生不老之药 因为秦始皇不想死吧 想长生不老 好多帝王都有这个想法 徐福就带了三千个同男同女 带了几千个人 去为秦始皇找药 东渡出海 慢慢这些人啊 都没有回来 那么在日本都有这种传说 在中国也有这种传说 说慢慢他在日本啊 就住下来了 住下来以后 他带去几千个人 那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人口 繁衍后代 所以很多日本人把徐福 当做自己的祖先 换句话说 很早有一只 他还东渡去日本 这个徐姓 我们知道很早 在江苏安徽江西浙江一带 我们都发现 有徐姓的人在活动 东汉以前 那也很早了 徐姓已经往西 进入了今天的甘肃 那么当然也有很多到了河南 三国时候 我们知道谁推荐诸葛亮的 很多人把这个人给忘了 大家都记住了 诸葛亮 就是徐树嘛 徐树进朝银 一言不发 这还是现在我们都非常流行的一个邂逅语了 这个徐树 就是河南的徐姓 很早 徐姓在河南就形成旺主 魏晋时期 那么徐姓更是大量的南迁 往更南方去迁徙 到了今天来讲 徐姓大概是江苏 广东 浙江 四川 山东 江西 安徽 人数特别特别多 这七个省 占了三分之二的徐姓人口 他分布在七个省 那么我们过去讲到别的姓氏的时候 基本上某一个省 这个姓特别特别多 两个省 这个姓特别特别多 徐姓一下子 人口多的就有七个省 这是和他作为一个超级大姓的 这种情况相匹配 徐氏百家姓里边的大姓 姓徐的人很多 名人被处数不胜数 在山东 有一个人特别出名 叫徐福 据说他跟齐守王有点关系 徐世昌做总统 靠的一不是工业 二不是道德 他靠的是自己辈的 他是北洋军阀 开山鼻子 袁世凯的把兄弟 然后他带着三千的同男同女 后来他在蓬莱一直没有回去 我们那边当地的人认为蓬莱是一个神仙居主的地方 我想求证一下是不是真的 徐姓这样规模的超级大姓 当然在历史上出的名人就特别特别多了 我就为大家介绍两个 一远一近 一个带有些虚神话色彩 一个是实实在在的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历史人物 第一个徐福 徐福是秦朝的方式 就他不是儒生 他是方式 那么在秦始皇的时候 他到东海 那么当时东面的海都叫东海 不像今天黄海 渤海 东海 分得那么清楚 东面的海 他到东面的这个海岛上 去为秦始皇采集 长生不死之药 一去不复返 去了以后没有回来 相传 他就留居日本 徐福是齐帝 狼雅人 大致相当于哪里 当然有很多说法 这个我们得非常小心 因为现在大家都非常重视 本地的传统文化资源 那么传统文化资源 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是名人 历代名人 换句话说 大家都把我这个地方 除了哪些名人 看得特别重 所以我们现在在介绍 历史人物的故乡的时候 要非常小心 会引起争议 那么就有很多人认为 徐福的故乡 就是在今天 江苏 干瑜这一带 靠近山东的地方 当然这是一种说法 我要强调 关于徐福的故乡 有好多种说法 他博学多才 通晓当时的医学 天文 航海 而且呢 非常的乐于助人 在沿海一带啊 声望非常高 徐福是中国历史上 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 叫鬼谷子 大家还都知道这个人 鬼谷子的 关门弟子 他学习什么呢 屁股 当然这个有点疑问 那个时候有没有屁股 不知道 反正他善于屁股 弃功 修仙 武术 所以秦始皇 听得尽他的话 因为他是这一流 他不是儒生 他是方式 而是练这种神仙的 练这一流的东西的 所以秦始皇 就派他出海产仙药 现在啊 在他的就是江苏干瑜这边 还有徐福村 还有徐福庙 徐福就告诉秦始皇 他说啊 东海之中 我的老师告诉我 有三座神山 那三座神山呢 有些大家很熟悉 比如蓬莱 方丈 方丈就是今天 今天是用于寺庙里边的大和尚 方丈 一个寺庙地位最高的这位僧人 叫方丈 还有一个叫银舟 海客谈银舟 古事里边经常用 所以有这三座仙山 这个山上有神仙 那个秦始皇一听 哎呦 高兴坏了 这好事啊 有神仙就一定能找到仙药 所以秦始皇就给徐福准备了三年的食物 衣服帽子 药品 徐福呢 还戴了几千同男同女 同时戴上了什么 羹具 这很有意思 农羹 种地的农具 陆海 求仙 浩之巨大 那么我们知道他这一去没有回来 那么徐福的后代 非常有意思 有一种说法 说在今天山东的劳山这一带 有徐福的后代 徐福自己带着同男同女走了 但是他没带自己的孩子走 那么在劳山的徐福的后代 后来姓什么 大家知道吗 姓劳山的劳 后代还有把山字边旁去掉的 就姓劳动的劳 所以今天很多人讲 我姓劳 但是我跟姓徐的有关系 来源就在这里 我从事晚清史 中国近代史的教学 我感觉那个时代里姓徐的人 做官做得最大的是徐世昌 我觉得每一个姓氏 他都有特别杰出的人物 就拿我本人来讲 我姓崔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西乡记里面的崔英英 第二位比较近的人 是在中国历史上 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 但是我们大家可能对他重视不够 所以我特别想着重的为大家介绍 这一位人物绝对是徐姓的骄傲 他是谁呢 徐光启 徐光启生活在明朝 明朝的晚期 所以我们对他就非常了解 比如他的生日 1562年4月24日 多具体啊 他去世的日子 1633年11月10日 他已经离我们很近了 他是自子仙 好玄户 是松江府上海县人 当时上海还是个县 松江反而是府 今天上海之下市 松江是上海底下的一个区 倒过来了 那他是松江府上海县人 是中国明朝末年 极其重要的 甚至是最重要的 数学家 科学家 农学家 政治家 军事家 他当了很大的官 当了礼部赏书 文渊阁大学士 正太子太保 四号文定 所以我们知道 现在上海 徐家会 徐会区最繁华的这个地方 还有一条路 叫文定路 就是纪念徐光启 徐光启 在1604年就成为晋士 他跟别人不太一样 他本来就对天文 逆算 火器 就当是一种枪炮 就非常有兴趣 我们知道 在抵抗 清兵入侵的过程当中 他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什么贡献呢 造红衣大炮 当时西洋 实际上已经开始领先中国了 所以西方的科学技术领先中国 其实比较早就开始领先了 特别是兵器 他从利马斗 学到了这个技术 用来铸造大炮 最早是抵抗满族的南下 当时明朝和清朝在打仗 那么我们知道他的这支部队 曾经给清兵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这支部队是由他的弟子 就徐光旗的弟子率领的 但是历史就是这样的神奇 这支军队后来带着徐光旗 铸造的红衣大炮 投降了清朝 反过头来攻打明朝 所以这对明末这一段历史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他有很多著作 徐光旗 那么我们要介绍的 是他致力于把当时西方的先进科技 引进中国的这些著作 比如我们知道他在数学方面 最大的贡献 是翻译了几何原本 我们知道几何原本 是古希腊的数学家欧基里德 在公元前三世纪 编撰而成的 是世界古代的数学名著 应该说是西方科学具有基础性意义的 一部重要的著作 他有好多比如公理 公社定义这样的这些概念 把初等几何学知识 形成一个完备的体系 那这部书就是徐光旗 和别人合作 把它翻译成中文的 当然当时并没有完全翻完 我们今天还在讲几何吗 我们今天还在学几何吗 几何这两个字 就是徐光旗定 徐光旗他非常正确的制处 他说数学 几何学 它的重要价值 不仅仅是在数学方面 更主要的是影响人的思维方式 因为我们知道数学的思维是非常严谨的 非常讲逻辑的 非常严密的 所以徐光旗讲 为什么孩子不学数学啊 今天我们讲高考制度改革 大家都在讨论 从来没有人想过说高考可以不考数学的吧 到现在我看没有一个人提出来过 所以徐光旗就提出大家每一个人都应该学数学的 徐光旗讲能经此书者无一是不可经 好学此书者无一是不可学 他说如果你把几何原本读通了 你什么事都能学得好 这个特别重要啊 我们知道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徐光旗提出以后 真正的中国所有人都开始学数学 是要在他提出这个意见三百年以后了 三百多年以后 我们知道一九零五年 中国废科举 那么现代教育制度开始在中国普遍推开 那么都要学数学 最早创意的就是徐光旗 他在一六零八年 还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 叫甘薯书 介绍什么 番薯 也就是我们今天 我们南方人叫山芋 北方人叫地瓜 这个东西在那个时候传进了中国 徐光旗专门写文章介绍番薯 因为番薯进来以后 我们知道他对土地的要求很低 我们的水稻啊 或者我们传统的一些农作物啊 对土地的要求很高 投入的肥料 农民的精力都很大 产量又不是很高 番薯是什么 很干旱的地方 很贫瘠的地方 沙地都可以长 当时是有这些传教士或者跟海外有来往的人 当时的这些人从南美洲通过菲律宾这一带引进来 然后徐光旗注意到了 就提倡大家种植甘薯 我们知道这产生了一个什么重要的结果 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粮食革命 同时传进来的高产植物有 番薯 土豆 我们今天吃的土豆 辣椒 所以今天我有的时候开玩笑 说咱们四川的朋友老蒋 我们四川人足足备备吃了 这个话看到什么时候了 反正到明朝末年以前 中国没辣椒 辣椒也是从外边传进来的 烟草 中国现在是烟草大国 烟草也是那时候传进来的 原来都不是中国的 包括还有番茄 这样的一些东西都是那时候传进来 那么由于玉米 土豆 番薯 对气候条件 特别是对水和土质 肥料的要求相对比较低 产量比较稳定 也比较高 所以在中国引发了粮食革命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有限的土地 可以养活更多的人 这个贡献还小啊 当然今天我们说中国人口太多了 可是在当时不是这么想的 所以到了康熙乾隆年间 中国出现了人口爆炸 中国历史上 在过去历史上 不管你有多太平盛世 你有多么的繁荣 中国的人口从来没有超过八千万块 都绝对不到一个亿的 但是很快中国的人口 一个亿 两个亿 这样开始增长 那么中华民族啊 我们成了世界上 中国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大国 那么这个跟徐光琪 实际上是有直接联系的 那么当时一些有识之士 对徐光琪的评价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们不应该忘记他 徐信我们前面讲过 是超级大信 他有多超级呢 在今天中国信誓里边排在第十一位 人口大概两千万 厉害吧 有一种说法是一千九百多万 有一种说法已经过两千万了 在地球上一百多个国家 那上百个国家 有几个国家人口超过两千万了 不多的 所以徐信是个超级大信 请继续收看 前文中解读百家姓徐秋 秋姓为什么特别值得讲呢 大家看一看 秋两个写法 那现在姓秋的这两个写法都有 但是1955年 我们出过一个叫第一批一体字整理表 这个里边1955年规定过 戴耳朵边旁 一字旁的这个秋啊 被淘汰了 不能用吧 都要写成旁边那个秋 就是没有边旁的那个秋 1955年规定了 但是到了1988年 我们又发了一个东西 叫现代汉语通用字表 又把这个带一字边旁的秋给恢复了 但是规定 就是做信用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秋啊 有两种写法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很有意思 现在大多数姓秋的用的是这个秋 就是带我们讲究耳朵边旁了 其实过去叫义字旁 这个字不能耳朵的 大家一般都随便介绍就可以说耳朵边旁 大量的秋是这个秋 这个秋反而很少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来看一看 很有意思 秋姓的来源 第一出于江姓 是江太公的后裔 因为江太公的子孙 我们知道他后来被封在齐国 是齐国是江太公的封国吗 他的首都是哪里啊 都 银秋 银秋就是今天山东之伯 当时的大城市 我讲过的 就是当时的北上广 林芝 叫银秋 那么他的子孙就有以秋为姓的 这个秋叫秋氏正宗 最主要的一支是没有一支边旁的是那个秋 原六二出于四姓 是下地受康的时候封他的小儿子封在一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很有意思 最早是曾曾经的曾呢 带一个一支边旁 那么这个姓曾的这一支后来把一支边旁去掉了 就姓曾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支也有姓秋的 所以现在有种说法 叫邱曾联宗 就是姓曾的和姓邱的 我们互认为同宗 那么一听这个姓邱的 如果讲 您贵姓啊 我姓邱 我这邱和曾还同宗呢 如果是这么说的 那他一定是四姓的 邵康的后裔 就不是姓太公的后裔 姓太公的后裔的邱跟曾不连终 还有出自归姓 因为成国 泰国君主胡公满 他的封地在晚邱 也是这个邱 没有一支边旁 那么还有就是出自改姓 但是我们要注意改姓 基本都是这个邱 最早如果写成没有一支边旁的邱 就是改姓很早的 如果写成有一支边旁 耳朵边旁的这个邱 这是改姓很晚的 我们特别要说明的是 在邱姓的历史上 出现了大规模的改写法 别的姓氏几乎没有 只有这个邱姓 原来基本都是这个邱 就没有边旁的 后来基本都改成了这个邱 而且这个改都是由皇帝规定的 比如早的时候 西汉的汉武帝 采纳了董宗书的建议 独尊卢 罢处百家 独尊卢 那么这样的话就要避会 避谁的会啊 孔子的会 孔子叫什么 孔秋 孔秋是哪个秋啊 没有边旁的 那这个字不能用了 所有天下姓秋的原来就是姓孔秋的秋 但是从汉武帝开始下令 招令皇帝的命令 全部避会 怎么避会 加一个边旁 所以在西汉的时候 大部分姓秋的 就加了一个边旁 改成了这个秋 比如 京朝 这个就是宋朝的时候 辽金元嘛 北方的一个政权 京朝 明昌三年 也就是一一九二年 修渠福孔庙 再一次下令 改秋信 不需要这个秋 全部改成这个秋 又一次皇帝下令 当然 影响最大的 啊 而且推行的最有效的 一次改写法 是清朝 雍正三年 也就是一七二五年 离开现在比较近了 因为尊孔 必会孔秋 所以雍正皇帝下诏书 皇帝的诏书 命令全国秋信 改成这个秋 这一下相当彻底 从此 中国大概 就没有那个姓秋的了 原来都是那个姓秋的 后来就变成了这个 姓这个秋的 雍正的时候全改了 民国初 有一部分姓秋都不干了 因为一九一一年 清朝 灭亡了 所以有些就改回这个秋 但是大部分没改 还是姓这个秋 台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叫秋冯甲 现在台湾还有一个大学 叫冯甲大学 他就是改回来的 他说清朝灭亡了 我原来不姓这个秋 我那秋没有边旁 他改回这个秋 但是还有很多人没改 所以在中国那么多姓氏里边 秋信非常特别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 秋信发源于山东 早期向西向南拨迁 很早在河南境内就形成了秋信的旺主 秦汉时期 南边的浙江 西部的陕西 北部的内蒙 当然都是讲今天这个地名 当时没有内蒙这个概念 都有秋信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河南光州故史秋信 千万注意这个地方 在中国姓氏文化上 大槐树 山西红铜大槐树 非常重要 还有一个就是河南光州故史 这个地方 也非常重要 这个地方的秋信 为了避战乱 就和当地的林 黄 成 郑 沾 沾 湖 和那七个姓一起 组成了陆明八姓 什么意思呢 从河南光州故史 故史县 这个地方 八个姓一起进入福建 叫陆明八姓 到了福建的蒲田 所以今天福建有好多 你去碰到姓林的 姓这个姓邱的 姓詹的姓何的 您问哪迁过来的 河南 河南哪里啊 故史 就是这八姓的后裔 这个非常特别 慢慢的他们分居到长厅 上行等等地方 那么这里我们也知道了 就慢慢的遍布福建 遍布广东 唐代 又是河南 城镇 成元光父子 陆明开葬 什么意思啊 进入福建 开发张州 张州今天我们知道 跟台湾的关系非常密切 对吧 那么在他带下去的人当中 又有很多姓邱的 北宋中期 我们知道 大概这个姓邱的 已经大规模的开始南迁 不光是 往南走 其实往西部也走了很多 清除 在福建 广东 之地的这个邱姓 开始比较多的 迁往台湾 比如刚才我跟大家介绍的 邱风甲 在台湾非常重要一个人物 就是牵过去的 这个两地的邱姓 祖宗 我们都知道 叫邱修秀 都是他的后裔 到了今天在中国 邱姓 以四川 湖南 广东 湖北最多 这四个省啊 占了大概邱姓人口的一半以上 这也是一个特点了 那么历史上 邱姓在历史上 最有名的是谁 大家想 其实大家都很熟悉这个人 这个人之所以被大家熟悉 是因为金庸的武打小说 金庸的武打小说 写的全真妻子里边 有一位叫邱楚姬的 大家还记得吧 是郭靖的师傅 是吧 《射雕英雄传》里边 大家都知道 这个不是金庸先生虚构的人物 是历史上真有这个人物 邱楚姬自通命 好长春子 是道教的主流 全真道的长教人 而且曾经有一段 执掌天下道教 就他是天下道教的最高的掌门人 是西侠人 登州也就今天山东人 今代著名的道教的真人 思想家 政治家 文学家 养生学家 医药家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邱楚姬 为南宋 京朝 和蒙古帝国的统治者 以及广大人民 普遍尊重和信仰 所以他是个汉族人 但是大家各民族都很尊重他 他最重要的一个贡献 大家一定要记住 他在74岁高龄的时候 西行 往西走 远赴西域 也就到今天 中国西部那边 去干嘛 他走了三万五千里路 这是一个万里长征 去找陈吉思汗 去劝说他要爱民 当时有战争 有蒙古的征服战争 劝说陈吉思汗 尽量不要杀戮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德 那么这个长春真人呢 还留下了一本书 叫什么西游记 这个大家也想不到 我们知道现在四大名著 有一本叫西游记 还有一本也叫西游记 叫长春真人西游记 四大名著里边的西游记 是小说 魔幻小说 长春真人西游记 是一部非常重要的 历史著作 他记载了西 秋楚基西行一路 他的经历 他经过的地方 风俗 地形 历史 这部书 可以和玄奘的大唐西游记 相提并论 都可以媲美的 非常重要的著作 那么关于秋楚基的生平 我们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 现在都比较容易了解了 研究他的著作非常非常多 秋楚基 他被封为职掌天下道教的 大家知道是谁呢 就是忽必烈 原始祖忽必烈 在1269年下招 封他为长春演道主教真人 所以他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 秋信在今天也是一个大姓 因为他排进了前100名 排在第65位 人口总数大概380万 占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三左右 可能会千分之三多一点 那么这个当然也是供大家参考的数字 今天的百家姓就先为大家讲到这里 好